奧運也掀起了運動熱潮 尤其是滑板 在巴西呢 年僅13歲的瑞莎萊爾 在滑板項目拿下了一面銀牌 立刻變成巴西女孩們的偶像 所以有很多家長 也因此對滑板這種街頭運動改觀了 紛紛為自己的女兒 報名上滑板客 巴西海邊正在舉辦衝浪比賽 12歲的瑪莉亞是參賽選手之一 雖然技術不夠純熟 好幾次被讓打到摔下浪板 站起來繼續挑戰 因為她的偶像費蕾拉 在剛結束的東京奧運 拿下史上第一面奧運衝浪金牌 我已經興奮了他 很多時候我在競賽中 我記得他 然後做到最少什麼他做的 費蕾拉的家鄉拜亞福爾摩沙 是巴西東北角 一處小型濱海度假設地 這裡的年輕衝浪者 長期受到他的啟發 這一回拿下奧運金牌 一緊還鄉 鼓勵當地年輕人勇敢追夢 目前世界衝浪聯盟男資組 前三名都是巴西人 女資組前五名之一 也是來自巴西 當地衝浪高手 已經瞄準下一屆巴黎奧運 目標奪牌 巴西在本屆奧運拿下七斤六銀八銅 除了衝浪拿下一斤 滑板項目也在男女街頭組 各拿下一面銀牌 特別是女資組的瑞莎萊爾 今年才13歲 被暱稱為小仙女 成為巴西女孩們的偶像 小女孩夢想成為下一個滑板小仙女 在里約一處平民窟 有位教練同時也是社運人士 在公園免費教學 希望讓弱勢兒童 藉由滑板走上正軌 巴西聖保羅的滑板學校 由專業場地和教練教學 自從有巴西女性選手在奧運奪牌 當地父母開始對滑板運動改觀 甚至親自帶女兒來報名上課 我已經想要開始搖滑板 但我已經被抖滑板 但現在是有些女孩的舞蹈 我沒有辦法 我必須帶她們去做練習 在這個運動中 弄了完全犯規範 我們歷史上歷史上歷史 我開始搖滑板 我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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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親不想要搖滑板 我看見了很多父親 滑板和冲浪在东西奥运首次加入 2024的巴黎奥运也确定继续保留 同样被视为街头文化的霹雳舞 也将在三年后加入奥运大家庭 国际奥会表示 巴黎奥运的三大特点是精简赛事 性别平等和关注年轻人需求 增加费传统项目 希望吸引更多年轻观众 同时推广城市运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